您好 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黄家华 法国政府强推具争议性的退休制度改革法案 日前不惜动用宪法第49.3条 绕开国会下议院表决 强行通过法案 把法定退休年龄从62岁延到64岁 此举引发了国会反对派对内阁发动不信任投票 政府虽然最后以酒票之差险胜 保住了内阁和法案 但是正当性大受动摇 反对派誓言抗争到底 法国自从1月底以来 一波波街头示威 警民冲突一触即发的紧张场面持续上演 反对总统马克宏推动退休制度改革法案 法国政府日前在国会下议院 动用宪法第49.3条绕开表决程序 强行通过退休制度改革法案 把法定退休年龄从62岁延到64岁 此举引发国会反对派对内阁发动 两项不信任投票 结果都没通过 跨党派支持的不信任案 以9票之差遭到否决 左翼议会成员立刻起身举起下台 接投键等标语表达不满 另一个由极右派提出的不信任案 也只获得94票支持 法国政府惊嫌挺过不信任投票 保住内阁和法案 但是只以9票惨胜以自伤领导力 反对派誓言抗争到底 部分议员正寻求发动公投 推翻退休制度改革法案 法国总工会则呼吁加强动员 展开全国大规模长期罢工和示威 首都巴黎近来已因为清洁员加入罢工 街头堆满垃圾 臭气冲天 花都美景看来短时间难以恢复 中央社综合报道 美国商务部日前公布 晶片法案的护栏规则 除了要求受补助的企业 不得于未来十年 在中俄伊朗及北韩等国家扩产 尖端半导体的产能扩张 更设下5%的严格上限 以避免上述国家直接或间接 获得美国的尖端技术 为避免中俄等国家 直接或间接获得资金补助 美国近期就超过520亿美元的 晶片法案拟议护栏规则 要求获得补助的企业 必须同意在未来十年内 不得在中俄伊朗及北韩等国家 扩产或建造新厂 以限制中国扩大半导体产能 另外美国补助围栏措施 还包括申请补贴的企业 针对受到关切的国家 重大投资上限为10万美金 尖端半导体产能扩张上限为5% 成熟制成半导体 不得扩大超过10% 也不得与其进行共同研究或科技许可工作 至于南韩企业关注的美国限制半导体 尖端设备出口中国问题 尽管去年10月曾对在中国设厂的南韩企业 开绿灯允许延后一年管制 但10月后是否紧缩出口或设有出口上限 仍有待观察 中央社综合报道 在海外 中央社拥有阵容最坚强的新闻团队 全球布局居台湾媒体之首 分布五大洲 以台湾观点掌握全球迈动 印度智库中国分析及策略中心 日前举行座谈会 聚焦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于第三任期可能带来的挑战 学者认为习近平可能会加大 对印度与台湾的威胁力道 尝试赶在美中关系继续恶化前 实现民族复兴的梦想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 当选中国国家主席 史无前例地开启了第三任期 印度智库中国分析及策略中心 日前举行座谈会 聚焦中国对印度的战略挑战 以及中国在南亚区域发动的影响战 中国分析及策略中心主任 拉纳德表示 习近平的新任期 对内除了占星经济 为2030年可能爆发的粮食危机 做准备外 还得巩固政权 面对政治安全的挑战 至于内部挑战 对习近平的外部政策 有何影响 拉纳德表示 就将是美中关系如何发展而定 If it deteriorates further as Blinken's delayed visit to China shows then he will perceive that the window of opportunity for China to attain its national objectives which includes reunification rejuvenation etc will have shrunk that leaves him only two options one to drop his agenda I don't think he will drop it that is not his character second is to accelerate the pace and that increases the threat levels for Taiwan and for India So I feel they are pitching pitching it for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s because they are trying to kind of portray a very like they always do like they call Taiwanese their brothers on the other side So that is you know one of the I think ways that they are going to start enticing 学者分析 中国在全国人大会上 投射出愿意改善 两岸关系的印象 争取台湾人好感 这也是中共影响战的一部分 庄社界零行舰 新德里报道 日本为了防范 中国军事崛起 填补国防真空地带 在距离台湾 仅仅270公里的石原岛 开设路上自卫队新驻地 常驻者约570人 包括了飞弹部队及警备部队 这是西南群岛 及宇纳国岛 宫谷岛 燕美大岛后 所设立的第四处驻吞地 日本陆上自卫队在冲神县石原岛 新设驻地 部署飞弹部队及警备部队 日本防卫省指出 此项计划 填补了西南群岛的国防真空地带 西南群岛 返回从路尔岛县 到冲神县的宇纳国岛 地缘上与台湾相近 长期以来 除了冲神本岛外 没有陆上自卫队 在中国军事崛起背景下 日本2010年把西南群岛 定位为自卫队部署的空白地区 自2016年起 相继在宇纳国岛 宫谷岛及燕美大岛 开设驻地 而石原岛则是第四个新设的驻地 根据日本防卫省规划 石原岛新设立的驻吞地 约47公顷 长驻者约570人 武器包含12式地对剑诱导弹 地对空诱导弹 可以用来牵制通过周边海域 或上空的中国舰艇及军机 不过对于陆上自卫队的建筑 部分居民忧心将会升高地区紧张 日前有数十名民众 在驻地附近集会抗议 希望石原岛不要成为战争基地 中央社综合报道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在华视频道 以及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黄家华 我们再会 第一宗 今天 拜拜 感谢观看